当一万富翁带满级外卦穿越到游戏世界 会发生什么样的有趣故事呢 今天阿妙为大记带来凤凰天翻 熊熊拥闯异事件 女主名叫优奈 年仅15岁就身价过矣 成为人人夜宪的伽利敦 这天她和往常一样登陆游戏 发现运营商送来了份礼物 里面是一套熊熊套装 虽然看起来十分幼稚 但属性却强的离谱 哪怕是已经满级的优奈 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外卦 还没等她回过神 运营商又送来一份温针调查 问优奈比起现实生活 是不是更喜欢游戏世界 优奈给予了肯定答案 在她看来 现实世界太麻烦 除了手头那极一的钞票 也没什么可牵挂的 等优奈再次睁开眼 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陌生森林 身上还穿着羞耻的羞羞装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辛苦练起来的满级账号 即一夜之间调回一级 就在这时 优奈面前跳出弹窗 发见人自称为神明 恭喜她传为一事件 优奈表示不理解 还以为是游戏新活动 结果一转头 一只狼向她破来 这时 事后传来火救声 一个少女被狼群团团包围 优奈见状捡起一块石子 优奈觉得好离谱 这就是外挂的力量吗 那边被救下的少女告诉优奈 她的名字叫做菲娜 因为家里没钱给母亲治病 才冒着危险来城外采草药 优奈一听 拜托她带自己进城 菲娜当即同意下来 然后问她打算怎么处理野狼 得知优奈打算就这么认了 菲娜大惊失色 这可都是钱呀 说完她掏出一把匕首 熟练的解剖起野狼的身体 另一边 优奈查看过熟悉面板 发现自己不仅提升了三级 还多出许多没见过的技能 其中的熊熊一刺原箱 能帮她携带物品还不占地方 招好野狼的各个部分 男人来到城门口 却被告知要缴纳一银币入城费 正当优奈为难的时候 发现神明帮她把账户现金 全部换成了这个世界的货币 顺利进城之后 菲娜带优奈来到冒险者公会 提交野狼素材 换取金币 知道菲娜家很拮据 优奈便把其中一半送给了她 顺便拜托她带自己四处转转 看到和游戏中一样的街道 却完全陌生的居民和店铺 以及进种与现实世界一样的自己 尤奈更加确定这里是一世界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尤奈发现自己不仅乌公报表 还能使用各种熟悉的魔法 与此同时 只要想象出熊熊 就可进一步提升魔法威力 不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引上强的能力和属性 只在穿着熊熊装时奇效 一旦脱下她就是个菜鸟 优奈实在无语吐槽 这简直就是强制她羞耻呀 傍晚回到城里 优奈又碰到了菲娜 得知成为冒险者不用缴纳入城费 还可以办理任何国家通用身份证 优奈这个黑户彻底心动了 于是第二天一睡醒 就去到冒险者公会注册登记 只能有一个叫拉尼的冒险者 见她穿得可爱瞧不起她 当着所有人面大开嘲讽 听得优奈内叫一个火大 之后优奈顺利注册成功 虽说新手任务是讨伐野狼或者哥布林 但开挂大佬往往不走寻常路 因为他把人家连窝端了 第二天优奈接到新任务 出城讨伐野狼的稍微种虎狼 结果中途又遇到菲娜 来了一场英雄救美 得知她还是为了母亲 才冒着危险出城采集草药 优奈便为菲娜要不要和自己搭班 专门负责解体魔物的工作 如此一来赏金她的拿到一半 也就不用再冒险出城 菲娜很感谢优奈的照顾 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然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远远超乎菲娜的预料 优奈像是磕了药一样 疯狂烈杀城外的魔兽 之前成群野狼 差点被杀成兵微物种 冒险者工会的工作人员见状 连忙拜托优奈 别再去城外狩猎 不然再这么下去 别的冒险者就没饭吃了 正当优奈发愁接下来干啥时 一个金发男人找上门 他叫做兰兹 是拉尼的重视粉丝 知道优奈胖做偶像 特意上门找茬 不过还没等他做什么 男子的队友就拦住了他 三人和拉尼同属一个队伍 但他们帮里不帮人 既然是拉尼有错在先 那怎么着也怪不到优奈身上 这时工作人员走过来徐位三人 讨伐哥布林的任务准备的怎么样 优奈一听说这任务很困难 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正准备偷溜 突然被叫住 然后这项讨伐任务 就全部落在了他的头上 子毛陆丽娜过意不去 毕竟这项任务本该由他们负责 现在全部丢给优奈处理 怎么想都觉得良心有愧 于是他决定跟过去帮忙 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底 优奈把陆丽娜公主抱起 然后来了个百米冲刺 之后两人来到洞穴前 优奈通过探植魔法 发现里面有劲百质格布林 他丝毫不怂 一招秒了守卫后 大步走到洞穴门口 虽然火焰烧死不了全部 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 也足够让格布林闷死好几回 等陆丽娜收割完魔石 优奈突然发现洞穴里 竟然还有一只格布林活着 陆丽娜意识到这是格布林王 当时表示要回去摇人 但优奈却表示没关系 只见他使用风刃魔法 把格布林王彻底激怒后 又在地面上挖了个坑 讨伐结束后 陆丽娜又进到深处 回收其他格布林的魔石 怎料出来才发现 优奈建了个房子 在那摸鱼 陆丽娜表示自己也想歇歇 结果 优奈把格布林王的身体 以及110个魔石送回工会 成功得到新的称号 血腥熊熊 与此同时 技能栏里 也多出了个召唤兽的技能 黑色的叫熊缓 白色的叫熊极 因为是召唤兽 无论优奈怎么反腾 都不会从背上摔下去 他觉得这个棒极了 以后还能边赶路边睡觉 然而熊熊的作用 远不至这些 他还可以成为优奈的战礼 一拳把敌人送上西天 自从有了他们的加入 优奈狩猎的战礼品 越来越多 以至于仅靠菲娜一人 很难完成解体的任务 于是优奈决定买个土地 建造一间房 当做解体工作间 商人工会的会长迷雷奈 认出优奈的身份 当即敲板给他打折 毕竟冒险者工会回收的素材 最后都会拿到商人工会出售 换言之 只要优奈工作顺利 他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就这样优奈顺利买下土地 他在脑中幻想了下房子的外形 然后使用魔法 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他的家 继上次丹沙哥布林王后 优奈就成了冒险者工会的迷人 这天他照常来工会接任务 刚到门口就听到个小孩说 自己的村子被黑魁蛇袭击 希望工会派人过去讨伐 然而这个魔兽太过强大 根本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 但优奈丝毫不怂 当即表示愿意接下任务 此料男孩却不满意了 认为他这种齐装异服的人 是不可能打倒黑魁蛇的 优奈不想和熊孩子争执 于是换了个说法 先由他去侦查收集情报 如果打得过就顺手讨伐 打不过就会来搬救兵 在证的工作人员的同意后 优奈立刻带着男孩出发 很快两人来到村子 男孩父亲见到优奈的第一眼 也不相信他能打败黑魁蛇 可是到如今别无他法 只能把当前仅有的情报告诉他 让他侦查完回去 带人过来讨伐 事不宜迟 优奈立刻动身 随着地上唾醒的痕迹 他来到黑魁蛇的长穴 还没来得及探索 巨大的黑魁蛇就破土而出 优奈游人有余的进行攻击 却发现这条蛇刀枪不入 无论是魔法还是物攻 都造成不了实际性伤害 如此看来 只能从内部入手了 既然黑魁蛇有所防备 优奈也不打算再有所收敛 在地刺的重重包围下 黑魁蛇下意识张开了嘴 然后就捅了个对穿 再也没办法合嘴 优奈抓住这个机会 往黑魁蛇嘴里输送火球 最后成功将奇迹杀 把黑魁蛇收入到巨像后 优奈骑着熊缓回到村子 看着眼前凉土的黑魁蛇 村民们纷纷傻眼 实在没想到缠着奇怪的优奈 居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为了表示感谢 村子随即举办了一场宴会 男子父亲也走了过来 向优奈道歉 表示不敢以貌取人 以后若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一定赴糖倒火 万死不辞 第二天 村长煎蛋给优奈当早餐 这是他来到异世界后 第一次吃上煎蛋 一时间吃得无比开心 吃过早餐 他与村民们告辞 然后回到冒险者工会交任务 听优奈说已经解决黑魁蛇 就要把黑魁蛇取出来当证据 之后工会对黑魁蛇进行解体 菲娜看着眼前的庞人大物 拿到的手忍不住颤抖 这种怪物都能打倒 优奈果然很厉害呀 等菲娜完成工作回到家 优奈已经布置好了房间 他拿出黑魁蛇的魔石 优奈看了一眼 突然发现他手上有伤 想到放着不管可能会化弄 优奈立刻抓过他的手 临走 菲娜告诉优奈 冒险者工会的工资人员海伦 让他明天过去一趟 优奈祈祷不用什么麻烦事 结果第二天就被告知 领主执名委托他去做某件任务 优奈一点都不想答应 因为在他看来 贵族这类人向来喜欢随心所欲 不顾他人死活 工会长很认同优奈的话 但领主克里夫并不是这样的人 见工会长一人信誓旦旦 优奈决定相信他一次 画面一转 他来到领主府与克里夫见面 本以为是有什么正经事 没想到只是来帮女儿追星的 领主的女儿叫诺雅 见到优奈的第一眼 就扑过来给了个熊抱 对于这种可爱的小妹妹 优奈向来很宽容 不仅讲了自己的冒险故事 还召唤出熊熊陪他玩 这时克里夫走过来 他想买下黑鬼蛇的魔石 送给国王陛下当生日礼物 优奈一口回绝 表示自己还有用 不过哥布林王的配件 倒是可以卖给他 克里夫欣然答应 但这把剑实在是太过稀有 他也不清楚市价多少 只能让优奈先出个价看看 请了对方是个不缺钱的富婆 只希望他用一次人起来交换 克里夫文言虽然惊讶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 菲娜的妈妈米娜病情突然恶化 哪怕喝药也没办法缓解 菲娜一时间不知所措 只能上面寻求优奈的帮助 之后男人一起回到家 优奈使用了正月魔法 然而并没有什么效果 眼开米娜抱着两个女儿 开始交代临终一言 优奈也忍不住难过起来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这时 他突然意识到 魔法是依靠想象发动的 如果治疗的是疾病 就应该想象病痛 从身体中消失 菲娜的病被魔法治愈 三人激动的抱在一起 优奈却叮嘱敏娜 虽然她的体力大不如前 要好好休息多不充一样 其中期待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这东西是个稀有食材 价格高昂 他们家实在负担不起 优奈很想帮上菲娜的忙 可有鸡蛋的村子 离这里太远 正到她为难的时候 优奈注意到技能面板里 多出一个传送门技能 事不宜迟 她立刻前往村子买鸡蛋 然后又在洞穴里设置了传送点 方便以后来回采购 回到家中 优奈把鸡蛋拿给菲娜 吓得妹子连忙摆手不敢要 毕竟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少而优奈却表示 鸡蛋只是跪在运输费上 她亲自去拿就不需要那么多钱 说完还带菲娜去体验传送门 两人瞬间移动到村子外 菲娜看到眼睛的一切有些傻眼 她可从没听说过 世界上有这么方便又厉害的魔法 有了鸡蛋这个食材 优奈又想把米和酱又搞到手 正发愁去哪找时 她注意到路边的孤儿 听到摊子老板说 孩子们每天会过来讨剩饭 优奈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约是买了三十串烤肉 请他们吃 趁着孩子们饱餐的间隙 她询问起孤儿院的经营状况 结果被告知数月前 领主就以不会浪费钱为由 断了孤儿院的救济金 优奈听到这个答案 拳头甚见硬了 她本想去找领主算账 却被院长拦了下来 这片土地贵领主所有 如果得罪对方 他们可能连容身之所都会失去 为了不给孩子们造成麻烦 优奈只能安娜下来 另想办法 就在这时 菲娜给她提供了思路 或许可以开个养鸡场 让孩子们卖鸡蛋糊口 优奈立刻准备起来 先是采购咕咕鸡 系好鸡笼 然后又雇佣米娜来打理资金 一切都准备就绪 现在只缠孩子们答不答应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关院的经济状况终于好转 然而还没过去多久 克里夫突然找上优奈 只问她为什么不把蛋卖给自己 优奈起的只咬牙 当即便把其中内情一一讲迷 结果听得克里夫一脸懵 但见优奈情绪激动 也不好解释什么 只能先回到林主府调查此事 傍晚 管家拿来调查结果 除了管院的救济金外 还有其他的城市预算 都被一个叫安斯的负责人斯吞 克里夫对此感到非常生气 当即命令管家把人带过来 怎料此人厚言无耻 不仅不承认贪污行为 还想诓骗他要更多的预算机 克里夫忍无可忍 上去就是一拳 处理完贪污的贵族 克里夫来到孤儿院道歉 表示会立刻重新发放救济金 可院长却说不用 因为养鸡长的钱 已经足够维持孤儿院运营 然而克里夫却良心难安 坚持要出自修缮孤儿院 看到这一幕的优奈 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克里夫 在想到之前幼稚的报复手段 他整个人羞愧的不行 菲娜健壮在一旁挨慰道 多亏你孩子们才能得救 所以你无需感觉到羞愧 优奈被他的话挨慰 扑过去蹭了蹭他的腿 看模样还真像是一只熊 这个男人是真的勇 不仅看上了好兄弟的老婆 还想继承好兄弟的两个女儿 曹操来了都得直呼那行 之前优奈还不明白 为啥庚子会对菲娜一家如此关注 直到装剑制求婚现场 他才知道这人对敏娜有小心思 面对庚子的真情告白 敏娜羞涩了大意下来 躲在门外的姐妹俩一听 连忙恭喜后爹终成眷属 优奈也走上来送上祝福 结果第二天 爱情取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实在是让人猝不及防 询问之下优奈才知道 人之所以闹分手 是因为庚子在吃煎蛋时 加了大量的番茄酱 敏娜作为蛋口挡接受不了 就与庚子爆发的争吵 优奈让菲娜把心放肚子里 毕竟有句俗话说的好 床头吵架床尾和 说不定人家夫妻俩 等到晚上就和好了呢 但菲娜还是担心 于是和妹妹修丽想了个办法 曾经爸妈和庚子组队时 发现一朵雪洁金花 只要找到这种花 说不定就能让两人和好如初 优奈见菲娜 若此坚持 也不好拒绝什么 当即答应陪姐妹俩去摘花 画面一转 三人来到城门口 优奈召唤出熊熊当作骑 并叮嘱两人问是小心 然后第一次出城的修理 对外面的一切充满好奇 看到草丛中有动静 就跑过去瞅瞅 结果碰到一条凶恶的蛇 系号熊患反应及时 这才没让他被咬到 路上 熊患看到路边的野果 没忍住尝了尝 结果被酸得一个机灵 之后三人走到分岔路口 熊患又发现了地上的蜂巢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少儿放眼望去一片绿油油 没有半点雪洁金花的影子 姐妹俩不愿意放弃 连忙在草丛里寻找起来 可知道傍晚也没有找到 知道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 熊患在草丛中 发现一只小鸟 解开藤丸将其放生后 她得到一根闪闪发光的羽毛 姐妹俩一合起 决定把这个送给妈妈和后天 然而等他们回到家 这对半个夫妻早已和好 被问到今天去马尔玩了 姐妹俩拿出羽毛送给妈妈 只能看到这个 米娜和根兹齐齐表情一遍 表示姐妹俩的父亲罗伊 曾带过一模一样的护身服 米娜会想起过去的时光 忍不住感慨 往日不可追 根兹健壮当即表示 自己会带着好兄弟的份 照顾好他们母女三人 看着四人幸福的相拥 由奈露出欣慰的笑容 就是可怜菲娜的亲爹 早知道好兄弟想当街盘侠 恐怕也不会这么遭死 第二天 修理来到优奈家 本想找熊和熊集一起玩 却被告知两熊在睡觉 他只好放弃这个打算 转头帮优奈两人做布丁 在这之前 一世界人从不知道 原来记得还能做出 如此美味的甜品 大家吃得不亦乐乎 连领主克里夫也满口称赞 吃完他又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优奈能护送女儿诺雅 去王都给国王陛下喝寿 优奈正好对王都感兴趣 于是答应了下来 顺便还烧上了菲娜一起去 克里夫表示没问题 但诺雅 好在熊熊有两只 两人谁也不用抢 路上优奈清理到来路的野狼 顺手交给菲娜进行解体 见他们配合默契 诺雅便为两人是什么关系 得知优奈和菲娜是好朋友 还经常一起外出做任务 诺雅整个人绷不住了 但是小孩子吵架 脾气来的快 聚的也快 没多久就又和好了 傍晚 优奈找到一处空地 用魔法临时搭建了间房子 里面不仅设施 一应俱全 还有美味的汉堡肉套餐 这两个萝莉很喜欢 优奈便答应叫他们烹饪 不过要等到回程以后才行 第二天 优奈半路就像一对人 其中一灰色头发的女孩 叫做米莎 是诺雅的好友 而另一个年长男人 则是米莎的爷爷 葛兰伯爵 见优奈的身手不错 葛兰便想委托他担任护卫 尽管优奈并不愿意 但考虑到诺雅这层关系 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很快一些人抵达王都 优奈的两只熊不出所谅 成为了全场最亮的仔 之后告别了米莎耶孙俩 诺雅刚走进自家大宅 就收到了妈妈的热情迎接 但让优奈没想到的是 诺雅的妈妈罗拉竟然这么年轻 经过一番简单的交流 优奈把金和信交给罗拉 在让对方看过信后 竟对她产生了浓烈兴趣 因为克里夫在信里表示 无论如何都不能与优奈为敌 哪怕犯了错 也要帮忙擦屁股 另一边身为脑残粉的诺雅 见老妈对优奈兴趣满满 当即就开始疯狂安利 搞得优奈特别不好意思 画面一转 诺雅的姐姐西娅回到家 然后就看到老妈和妹妹 骑在熊上不亦乐乎 旁边还有个穿熊装的怪人 得知这就是妹妹的护卫 西娅表示一百个不相信 就这瘦胳膊瘦腿的 怎么可能是冒险者 更别提什么保护妹妹了 罗拉看热闹不闲事的 当即提出一场决斗 开始之前 西娅信心满满 还告诉优奈不必手下留情 结果决斗开始还没十秒 她就被优奈打掉了武器 则当西娅人才也还大 非要和优奈再比试一次 就这么从天亮打到天黑 见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把 她乱省一次都没赢过 这时 罗拉站出来宣布结果 并表示这孩子最近有点膨胀 这才借用优奈小小的教训一下 第二天 优奈和菲娜上街闲逛 因为王都实在太大 两人走着走着就觉得很累 正准备休息一下 优奈突然闻到一股香味 然后就去买了两袋子面包 这时 她想起克里夫说过 王都里有很多乡下没有的美食 当即便决定去市场转转 没想到就让她发现了土豆 优奈二话不说直接买下 顺便还打听到了卖土豆串子 接着她又在一个摊子上发现奶酪 虽然因为很臭无人购买 但优奈却很喜欢 毕竟土豆和奶酪是绝配 晚上 优奈利用手里的食材 做了一顿美味快餐 成功复活了母女三人的胃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有知识 那匹萨应该也可以制作出来 听到这陌生的名字 妹子们瞬间激动 战时 罗拉建议优奈开个餐厅 以她的手艺 绝对稳赚不赔 优奈觉得有道理 但并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比起做饭 她更喜欢吃 与此同时 王都郊外 一个男人正带领着一群魔物 对王都虎食丹丹 这个男人本是王国魔法师 却引导的沦丧 把醉饭当祭品 而被国王示意中心 驱赶出镜 如今时隔多年 他归来复仇 意图让数万魔物大军 摧毁王都 怎料计划还没实施 就惨造化体路 事情还要从这天早上说起 优奈带着两个萝莉逛街时 听到百姓们议论纷纷 说城外出现大量魔物 已经导致很多人受伤 这不仅让诺亚心生惶恐 因为克里夫会在今天抵达王都 要是碰上魔物 恐怕凶多吉少 优奈见她如此担心 当即表示会亲自去接克里夫 另一边 罗拉将魔物的事 上报国王 还没商量出个什么对策 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他叫做格尔萨姆 会向国王复仇 召集了数万魔物 国王意识到事情不妙 当即命令罗拉 联系冒险者工会沙尼亚过来 与此同时 由来感动森林 看到成群结缀的魔物大军 他短暂苦闹后 做出决定 于是当沙尼亚操控飞鹰 来到森林上空查看情况时 整个人瞬间惊呆 有只熊在单挑魔物大军 而且还把战力强横的飞龙秒了 国王和萨尼亚迷障状况外 唯有罗拉恍然大悟 难怪克里夫说 不要与优奈为敌 这离谱的实力 谁打得过 这时 萨姆发现魔物被秒 怒气冲冲的站了出来 听优奈说只是路过 他是一万个不相信 你肯定是国王派来的刺客 还是个穿着奇装一服的刺客 在这气急攻心 外加魔法反噬的情况下 萨姆倒地 恰好克里夫露个此地 看到遍地魔物的尸体 他整个人傻眼了 在从优奈那里 听完来龙去脉 他表示十分感谢 不过达到如此多的魔物 一定会在王都内引起骚动 就算是他也没办法瞒过 优奈可不管 他只想低调做人 于是拿之前的人情说是 总算让克里夫答应帮忙打掩护 结果外面没想到 两人刚进城 罗拉就赶了过来 拉着优奈去面见国王 国王十分感谢他的帮助 当即表示要向国民公开他的功劳 并准备相应的丰厚奖赏 结果遭到优奈的拒绝 再看来达到魔物只是顺便 为的只是解决朋友的不安 如果上升到谈前层次 那就太俗气了 国王问言表示理解 也不再强求什么 事后优奈就过上了养老生活 先来没事跟西雅烈烈剑 和漂亮妹子们喝茶聊天 偶尔的时候 国王和公主也会来他家 蹭个甜点啥的 日子过得内叫一个潇洒 这让菲娜心里很不是滋味 毕竟原来他是被毒宠的 现在来了这么多情敌 可谁身上能舒坦 于是他告诉优奈 想回家之前单独出门一次 优奈欣然答应 第二天就和菲娜上街 准备挑点扮手里带回去 两人逛着逛着感到饥饿 便想去上次面包店买面包 结果到了地方去发现 这家店竟然关门停业了 经过一番交谈才知道 老板莫林当时开店没钱 迫不得已去借了高利贷 现在利鬼利还不上 只能选择卖店离开 但他的女儿卡林不愿放弃 发誓一定要在这里重新开店 优奈对此感到非常惋惜 于是决定帮助母女俩 教他们怎样制作汉堡包的美食 发现对方做的比自己还好吃 优奈便问两人 要不要去他店里上班 说着还套车一大笔钱 给母女俩帮路费和安家费 莫林本来不愿相信 毕竟大家只是平水相逢 但看到优奈的诚意后 他决定和女儿独一把 画面一转 优奈告别了王族的朋友后 便与菲娜骑着熊熊回到家乡 然后他来到商人工会 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店铺 最终敲定了一间宽敞的房子 不久之后 莫林母女赶到这里 优奈立刻接上人去参观铺子 因为原本是贵族的宅邸 所以非常的宽敞 就是太久没住过人 有些脏乱差 优奈让两人先去二楼住下 等回头他再过点员工过来 但是吧 平民住这么大的房 真的不会折兽吗 第二天 孤儿院的孩子过来帮忙 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 整个店面焕然一新 休息期间 米蕾奈问优奈 打算问餐厅取个什么样的名字 优奈自知取名费 便询问其他人的意见 怎料大家都想让餐厅叫熊熊 说起这个 米蕾奈连忙拿出制作好的电源制服 播出所料也是熊熊庄 优奈简直无语吐槽 不过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 那干脆就叫熊熊的休息小店吧 一切准备就绪 餐厅开始试营业 出乎优奈意料的是 生意好的惊人 优奈不理解 新店生意都这么好吗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米蕾奈走过来 原来是他帮忙做的宣传 这才吸引来了大批顾客 优奈见状赶紧回后厨帮忙 与此同时 他的朋友们也自发心地帮忙招待客人 优奈从后处处来看到这幕 心中忍不住温暖起来 经过大家的努力 第一天营业圆满结束 这时克里夫带诺亚来到店里 表示已经解决高利贷问题 并帮莫林母女拿回了店铺产证 优奈和她到歇后 找到莫林母女 告诉她们可以回去王都开店 然而母女俩为了感谢优奈 决定留在这里继续打工 晚上优奈凝望着夜空 回想起来一世界后的姨姆姆 她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 已经成为她特别重要的存在 上次去王都的时候 优奈本期带着的大米什么的 结果什么都没有 后来她放低要求 想着买的海鲜也可以 但还是什么也没有 就在这时 优奈灵光一闪 既然这里没有海产品卖 那她就直接去海边买 优奈立刻前往商人工会 打提附近的港口城市 米雷诺表示确实有 但那座城市不是王国领地 而且还与他们隔着条山脉 谁也不清楚那边什么情况 一般人听到这种情况 早就被劝退了 但优奈作为一个吃货 怎么可能起而易举放弃 事不宜迟 她立刻动身 目标 横跨雪山去海边 就算天降大暴雪 也阻挡不了她吃货的步伐 怎料走到半路捡到一对夫妻 男人叫达蒙 女人叫尤拉 据他们所说 一个月前 渔业城市米雷拉的海里 出现了海怪 以至于渔民无法出门捕鱼 维持生计 如此情况下 当地她还封锁了街道 专门袭击出门采买食物和逃跑的人 有能力的居民都跑了 剩下跑不了的只能等死 用奈天后决定去拯救城市 在夫妻俩的带领下 她来到米雷拉 如今这里经济萧条 虽然没有当年的繁荣景象 不过简单一块肉就卖到了天价 他们表示 商人工会的会长萨拉德 垄断了整个城市的物资 专门趁火打劫 谋取暴力 尽管他们百姓并不想买 但为了活下去 只能选择掏钱 优奈跟着夫妻俩回到家 刚进门孩子们就扑了过来 他们宁愿和肚子 也不愿让父母冒险 孩子们的懂事 让夫妻俩越发愧疚 优奈看在眼里 随即掏出一堆肉 让他们告诉自己冒险者工会的位置 之后优奈来到工会 发现只有个大姐姐在喝闷酒 他叫做阿朵拉 是这里的工会长 此时冒险者都在外面弄食物 实在没有经历接受委托 优奈文言表示自己是来捐食物的 数量大概有5000头野狼 阿朵拉简直难以置信 赶紧接过优奈的身份卡 查看信息 在他看到那离谱的战绩 以及百分百的任务完成率后 阿朵拉瞬间振奋精神 这可是条筋大腿 必须报好 他赶紧去后门 喊人过来帮忙 发现没有人回来后 干脆承报了所有解体工作 阿朵拉把接体好的肉 拿到广场上免费发放 总算是缓解了城里的食物危机 但海里的海怪太过棘手 哪怕是开挂的优奈 也没办法将之解决 转眼到了晚上 优奈睡之前和菲娜包电话中 邀请他下次来命令拉丸 说完优奈挂的电话 趁热睡去 只能睡到半夜 竟有不速之客送上门 他开门就是一套汹汹拳 然后捆好往地上一扔 开始逼供 见着两人不愿开口 优奈直接让熊熊出场 这么一下 人人什么都招了 原来他们是盗贼团的一员 今天晚上之所以过来 是为了抢走优奈的宠物到巨乡 此时老巢里的盗贼们 正在为赚大钱举杯庆祝 结果下一秒 优奈就找上了门 又来把盗贼团打包送上门 阿朵拉惊讶他实力强大之余 也没忘记神讯这些盗贼 与此同时 萨拉德得知手下被抓 整个人吓得不轻 正准备拿上金银珠宝跑路 就被阿朵拉带人堵在门口 原来是萨拉德收买了冒险者 让他们假扮强盗 控制露露 以此切断城市的粮食供给 然后趁机轰台价格谋取暴力 萨拉德见状不妙刚想反抗 就被阿朵拉一个大嘴巴子打倒 在萨拉德被逮捕后 密尼拉的粮食供给恢复正常 优奈终于吃上了莫莫以求的米饭 老板听完以为他来自河之国 当即非常顽色表示 因为海怪的出现 那边的食材运不进来 店里只剩下这么一点 如果食材足够的话 就能给他做顿日式料理了 由奈一听 当即决定去讨败海怪 可当他来到海边却犯了难 到底怎么做才能干掉海怪呢 骑熊飞过去 不 熊不会飞 用魔法制作气泡潜入海底 万一破了 可就是一手凉凉了 优奈左思右想 总之的办法不靠谱 就在这时 优奈路过海边 邀请他回家吃炖片饭 饭桌上优奈看着炖锅 突然灵光一闪 他找到阿多拉 拜托对方准备尽可能尝的绳索 一切准备就绪 优奈拿出巨大蠕虫 用绳子绑好后 丢入海中钓海怪 等到海怪摇尔上钩 优奈立刻用魔法制造出雕像 堵中内海口的入口 梦中捉边 在他不间断的火魔法攻击下 海室的温度逐渐升高 海怪直接被当场炖熟 这件事结束后 老板的女儿安斯 亲手给优奈做了顿传统日料 正当他吃得开心 准备把安斯外回家时 阿多拉委托给他了一个任务 画面一转 优奈回到家 菲娜立刻迎了上去 可还没说什么 优奈就急匆匆要走 让他感觉到无比失落 很快优奈来到领主府邸 告诉克里夫 密里拉想要成为王国领土 虽然领土面积扩大是好事 但克里夫还是拒绝了 并且两个城市间隔这条山脉 虽然可以挖条隧道打通两地 但耗时又费力 实在不怎么划算 优奈却表示没半点问题 因为他回来的时候 拽手帮忙打通了隧道 克里夫见状实在没啥好说的 第二天就和优奈 米磊卢 前往密里拉洽谈合并事宜 谈话期间 优奈再三强调 一定不要对外公布 隧道是他挖的这件事 毕竟他是为了吃海鲜才挖的隧道 要是传出去 可就丢大人了 听到这话 三人表示 不说可以 但他必须全面协助隧道工程 等优奈好不容易完成工作 迫不及待找到菲娜 邀请他们姐妹去海边游玩 很快三人穿过隧道来到密里拉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菲娜心中生起无限感慨 如果不是优奈 他可能这辈子都看不到这么漂亮的风景 看着被大家簇拥的优奈 菲娜觉得自己离得好远 心情也跌过起来 第二天 诺雅来到优奈家 见他不在 便把信交给了菲娜 这是公主殿下寄来到 里面表达了他对熊熊的思念 优奈不想美少女伤心 于是决定去王都一趟 他本打算邀请菲娜一起 却遭到拒绝 菲娜表示 见到国王会紧张 还是留在家里工作为好 在优奈离开家之后 菲娜每天都思念着他 好不容易等到他快回来 优奈一通电话打过来 又说要去密里拉击安斯 这不仅让菲娜感到烦闷 但又不想让优奈为难 只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时间一天天过去 优奈终于回到家 可见面的第一句话 却是在说安斯会来这边定居 听优奈滔滔不绝的说着 与安斯相关的计划 菲娜鼓起勇气 表示想暂停解体的工作 去和庚子后爹学习技术 本以为优奈会挽留自己 但终究是错误了 之后 菲娜跟着后爹努力学习 想要用时间忘掉这段不愉快 庚子看出她的反常 菲娜询问发生了什么 菲娜表示自己只会解体魔物 并没有自信一直陪在优奈身边 庚子一听温柔的开导她 想要陪着优奈 那就说出来 你需要的只是多一点勇气 另一边 优奈久久见不到菲娜 总终的心底空了一块 这时诺娜过来找熊熊 得知优奈的烦恼 诺娜一语点醒梦中人 想明白一切的优奈 立刻起身找到菲娜 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优奈表示 在来到这里之前 她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 和父母朋友的羁绊很淡 也对任何人没什么执着 直到她遇到菲娜 菲娜激动的扑进优奈怀中 表示想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熊熊勇场异世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看之前以为是传统风傲天 没想到竟然是一部清百合 这怎么能让人不激动呢 萌西的画风 轻松的日常 再加上萌妹子们的互动 真的非常适合闲暇时观看 喜欢这部番剧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意外富婆穿日异世界 开启成为世界最强 还有小萝莉头还松抱 这不比龙傲天香吗 今天阿妙继续为大家带来 熊熊勇场异世界第二集 这天 优奈和菲娜来到店里 品尝最新甜品 小熊松饼 那甜蜜的味道 甚至符合两人的味 就连菲娜的妹妹也很喜欢 但商业工会的米蕾诺却表示 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不会再出售小熊松饼 因为蜂蜜的原料产地 被一群伴手人霸占 财迷人没办法靠近 虽然店员向冒险者工会 发布了讨伐委托 但没人感觉 优奈一听 表示包在她身上 来到冒险者工会 接取任务 她立即骑熊出发 很快便来到了森林深处 整整一棵树都是蜂巢 看上去格外壮观 但树下偷吃蜂蜜的伴兽人 就显得格外哀眼了 这时 熊熊发现有两只熊 似乎在和伴兽人抢地盘 但因为实力不敌 被揍废了出去 熊熊想让优奈出手相助 可优奈却有点犹豫 毕竟熊也是会袭击人的 放在以前可都是讨伐目标 但看到熊宝宝被伴兽人打飞 她心中的犹豫瞬间散去 上去两三套组合拳 直接把伴兽人全数放倒 紧接着 优奈使用治愈术 治疗好了森熊一家 并拜托他们不要习近 来采集蜂蜜的人类 之后回到冒险者公会 把熊熊一家的事上报 工作人员表示 非常理解 毕竟让熊熊自相残杀 多少是有点丧心病狂 讨伐的事情告一段落 蜂蜜的价格也回归平稳 这时 克里夫带诺亚来到店里 并告诉优奈 公主佛罗拉很想念她 除此之外 自家老婆艾蕾罗拉 又是想和她商量 希望她能去趟王都 恰好优奈不久之前 给公主做了个绘本 于是答应下来 即刻出发 至少优奈没想到的事 国王和王后竟然亲自迎接她 这待遇 说是一国之主也差不多了 简单寒暄后 一行人一步餐厅 优奈拿出小熊松饼 给公主品尝 虽然味道很是不错 但果然还是更喜欢布丁 见国王和王后也馋的不行 优奈表示时不可以给 但绝对不能向外透露 毕竟那可是她开店的根本 国王立刻答应下来 速度快得好似怕她反悔 接着优奈又拿出绘本 可把佛罗拉高兴坏了 艾里罗拉见状问优奈 可不可以多引上几本 因为在佛罗拉的大四宣传下 王公上下都成了熊熊的粉丝 好家伙 这洗脑速度跟船脚一样 偏偏优奈还拒绝不了 说不定她会是第一个 以熊之声成熊的穿越者 和国王等人告辞之后 艾里罗拉和佑奈说起正事 希望她能担当护卫 保护出去利面的选手 毕竟王多学院大多都是贵族子弟 要是出个好歹 天都得先了 佑奈觉得好麻烦 一点都不想答应 结果就听对方说 如果孩子不听话 就往死里走 除了是她会用全力摆平的 好家伙 乱牛白还得是你 再听艾里罗拉说 自家女儿西亚也在其中 而且这项任务报仇丰厚 如果答应还能让她签个人请 于是佑奈答应了下来 在出发之前 艾里罗拉和佑奈 再次强调护卫任务的内容 除了在必要时候保护学生外 还需要对他们进行评估 而西亚作为小组中的一员 不能暴露和佑奈的关系 很快 三人来到学院 与其他学院见面 他们分别是骑士队长之子 马力克斯 宰相之子蒂摩尔 以及上流贵族的千金 卡特雷亚 见到奇装异服的佑奈 三人质疑颇多 哪怕有艾里罗拉做担保 也不敢相信她的实力 佑奈只能逃出冒险者等级卡 证明自己的实力 可三人又觉得她是花钱 雇佣高级冒险者做任务 混到这么高等级到 于是出发前再三强调 让她不要拖后退 佑奈简直是无语 果然贵族子弟难伺候 搞得她现在就想掉挑子 很快 第一天平安结束 一群人找了块地方扎一休息 又各自分配了熟夜的时间段 全程没有和佑奈说一句话 仿佛她不存在一样 优奈对这样的孤立不痛不痒 正好还能睡个好觉 但在睡之前 她盯住两只熊 又有情况立刻上报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一群人继续出发 熊急熊缓突然发现异常 报告前方出现哥布林 优奈不知道怎么处理 于是问西亚打算怎么办 要不要把这个告诉其他人 西亚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能让大家相信优奈的实力 可玛丽克斯还是不信 觉得两人在胡扯 下一秒哥布林冲出树丛 她惨奏打脸 等大家莫及的处理到哥布林 马丽克斯意识到自己的不对 走过来和优奈道歉 但表示她只相信熊急熊缓 优奈还是待定状态 哎呀 看不出来还是个傲娇呢 又过了四五天 一群人成功抵达目标村落 将运送的货物交给村长后 暂时在村子住了下来 卡特雷亚突然问西亚 是不是和优奈之前认识 毕竟熟人之间 想装不熟实在是太难了 西亚只好承认 并表示这是实习任务的一环 希望她能保密 卡特雷亚觉得有趣 当即便答应下来 另一边 优奈在和菲娜包电话中 说起这趟旅行 她表示真的很辛苦 但后来接触下来 发现这四个孩子 比想象中可靠 说不定会是一场不错的旅行 第二天 在村长的带领下 大家参观了财色部的攻防 正当女孩们兴致勃勃地讨论 哪一种花色最适合优奈时 村民突然冲过来报告 说残的巢穴附近 出现了一大群哥布林 母亲好几人被困在那里 马丽克斯一听 当即准备救人 却被大家拦住 毕竟他们只是学生 没有能力对付那么多魔物 于是在行动之前约法三章 一旦遇到危险 必须先撤离 其次还要借用熊熊的力量 在马丽克斯答应下来后 一些人即刻触发 路上斩杀冲出来的哥布林后 所有人都累得气喘吁吁 西亚只能让大家原地休整 不然等到了地方也是送菜 见优奈跟梅士人一样 卡特雷亚问他 你不会累 听优奈说自己平时有锻炼身体 他就纷纷露出既亚的表情 显然没到的他真的有点东西 来到巢穴附近的小木屋 哥布林已经将这里包围 在四人的骑行协力下 很快便解决掉哥布林 成功解救了被困的村民 但他们却说事情很奇怪 因为哥布林看起来 像是在躲避什么东西一样 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 原来哥布林是为了躲避黑虎 才疯狂到处逃窜的 马丽克斯看着眼前 无论如何的打不败的敌人 内心充满悔意 如果不是他非要过来 也不会连累大家一同丧命 于是决定冲到诱饵 给其他人争取逃跑时间 蒂姆尔无法放下他不管 紧跟着也站了出来 这时 优奈从背后拉住两人 表示现在就算逃跑也没用 因为黑虎的手下已经包围这里 说着他一步步上前 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了黑虎一拳 见他那么大一只飞出去 这人顿时惊呆了 再看优奈精通各种魔法 马丽克斯才意识到 自己想差了多少 虽然他奇装一幅 还是头雄 但实力绝对不是混伤来的 就在这时 黑虎扑向优奈 一口咬在他的手臂上 尽管完全不痛 但那口水 慕爱老子呀 优奈反手一个火球术 直接把黑虎干掉 处理完大boss 他又准备去清理小病 马丽克斯刚说要帮忙 却被他姨 决定在原地 你们只会爱说爱叫 然而马丽克斯完全不气 还沉迷于他强大优雅的背影 决定成为像他一样的强者 当人一想不到的是 这么牛白的人物竟然怕虫 一想到优奈看到白蚕食 近乎发黑的脸色 西娅两人就笑个不停 这时 马丽克斯和蒂摩尔 来到房间中找优奈道歉 表示不应该看外表来评判他 优奈也接受了他的道歉 就这样 我仍成为了好朋友 第二天起车返回学校 听到同学说优奈打扮奇怪 四人当场站出来维护他 图图一个团宠待遇啊 老师见他们对优奈毕恭必敬 也是满理的惊讶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艾莉罗娜单独把优奈叫走 问他对这些学生什么看法 优奈一次对私人评价 虽然各有各的缺点 但优点更多 最后总结 如此可较也 护围人物告一段落 优奈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听到菲娜说担心自己 他嘴上说没必要 心里催了开了花 果然还是老婆最贴心啊 这一天 优奈接到艾斯的消息 得知他们要来这边开店 整个人兴奋的不行 天知道他有多想念 家乡那边的料理 除此之外 考虑到孤儿院人手不足 优奈还打算 请艾斯等人过来帮忙 院长一开始被想拒绝 毕竟一直麻烦优奈 挺不好意思的 但拗不过他的热情 只好答应下来 这时 叫做雪莉的孩子跑过来 送给优奈一个 亲手制作的抱枕 上面的熊熊还是他通宵 一阵一线笑出来的 优奈很深喜欢 表示会好好珍惜 与此同时 艾斯等人抵达城镇 来到孤儿院与优奈会合 虽然优奈是他们的雇主 但关系在那放着 还是喊名字最让人舒服 从优奈口中听说孤儿院的事 几人很快便答应帮忙 恰好路过熊熊的小店 优奈想着还没吃晚饭 干脆带大家去自己店里饱餐一顿 这时 艾斯想起一件事 那就是他们还没有找旅馆 优奈让他别担心 自己已经购置双层小洋楼 虽然一楼是餐厅的店面 但二楼的居住区已经布置好 他们现在就能拎包入主 艾斯等人很感谢优奈的贴心 表示从今往后一定要好好工作 专业到了第二天 担任经理的米娜 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店面布局 以及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 米蕾罗也准备了工作制服 不过 为什么是熊熊 虽然很可爱 但大家都是成年人 总不能穿得和小孩一样 优奈突然想起雪莉 送给自己的抱枕 觉得围裙可以加上熊熊刺绣 如此一来 有特色又不会幼稚 这个提议一出 火速全票通过 米蕾罗健壮虽然遗憾 但还是贴心的为优奈 介绍了相关店铺 与此同时 优奈找了雪莉帮忙 因为她的手艺真的很精湛 两人随即来到裁缝店 看出雪莉的追追不安 店长温热的夸奖了她 还表示可以叫她制作围裙 雪莉看看身边的优奈 握紧拳头 说会好好努力 晚上和小伙伴说起这件事 大家都觉得很有趣 让她好好加油干 雪莉受到鼓舞 非常努力的去做 白天学习 晚上刺绣 也熬久时一通乡 以至于早上差点提不来 小伙伴竟然装着她好好休息 喂养咕咕鸡的任务 交给她们就好 明明大家输了她好 可雪莉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转眼几天过去 雪莉终于完成了制作 店长看着她的才华和努力 问她要不要留下来当学徒 雪莉没有立刻回答 脸上也没有任何开心的表情 她把围裙拉给优奈 便充足地离开了 看出雪莉有心事 优奈只来孤儿院 询问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雪莉表示自己收到了邀请 但必须拒绝才行 因为说好了要照顾咕咕鸡 总不能全丢给伙伴去做 那样就太狡猾了 优奈觉得其他人并不会生气 于是让雪莉去和大家商量看看 当孤儿院的孩子得知这件事 纷纷替雪莉感到高兴 因为她制作围裙的时候 看起来很快乐很幸福 雪莉感动得眼泪哗啦 郑重地向大家道歉 就这样她成为了裁缝店的学徒 与此同时 熊熊餐厅也如期开宴 每天客流量爆满 生意好到不行 优奈很满意 转头回了家 拜托菲娜帮忙解体黑虎 类子表示技术没问题 但硬件跟不上 因为铁着小刀切不开黑虎表皮 优奈一听 决定买把新刀送给她 男人来到矮人的打铁铺 询问有没有合适的小刀 老板娘告诉他们 想要解体黑虎 需要用到钢枝小刀 在高级点可以买秘营 优奈的中二支魂瞬间燃烧 毕竟对于RPG玩家来说 秘营装备可是梦中情人 但可惜 因为矿山出现问题 秘营数量短缺 整个城镇都没有 于是优奈打算替老板娘的建议 去她王族的熟人店里问问 菲娜不理解优奈的执着 一度以为她是想独裂更离谱的魔物 拿来让自己解体 才想要秘营小刀刀 简单脑不移向那场面 菲娜越发觉得优奈不当人 很快来让她打铁铺 询问之下才知道这里也没有秘营 因为矿山出现了魔偶 导致工人无法正常开采 具体是怎么回事 店长也不清楚 只能让优奈去冒险者公会问问 就这样一人一雄踏入大厅 迅速引来一群冒险者围观 辽米高的壮汉看不起两人 上来就让菲娜的宠物离开 正准备动手 优奈一把抓住 吃瓜群众瞬间傻眼 壮汉的同伴还想替她报仇 几乎被优奈一拳打飞 工会长沙尼亚听见东京过来 发现是优奈后 表示就算他们一起上也不是对手 当集合力男人们离开这里 这时 埃里罗娜出现在这里 她同样是为了矿山的事而来 据沙尼亚所说 魔偶不止一只 其中还有实力相当强大的 工会虽然想派高级冒险者过去讨伐 但他们只愿意按照喜好劫区任务 以至于只有两组队伍过去 优奈一听 决定接下任务 独自一人前往讨伐 而在她工作期间 就由埃里罗娜照顾菲娜 不久后 优奈抵达矿山小镇 因为矿山无法开采 居民们情绪低迷 整座城镇都失去了活力 路上 优奈遇到了熟人 而他们恰好是沙尼亚提到的冒险者小队之一 其中作为见识的杰德告诉优奈 就算杀掉魔偶也会赞生 只是不会超过一定数量 根据他们打听到的情报 这应该和矿工们不久前 在深处发现了一只不明魔偶有关 优奈就要打倒这个东西 问题就能一刃而解 可魔法师梅尔却说办不到 因为越是神入洞穴 魔偶就会变得越强 没等他们抵达最深处 就会先筋疲力尽 这时 要一只冒险队伍出现 他们穿的五颜六色 像是少儿频道的宇宙战队 扑面而来的全是正儿气息 虽然这一伙人实力高强 但说话实在不中听 竟说优奈是杰德队伍养的宠物 顿时期的优奈想给他一拳 转眼到了第二天早上 优奈跟随杰德一队来到矿山 期间梅尔告诉他 拔出或者破坏掉魔石 就能打倒魔偶 但考虑到魔石能卖钱 最好还是不要破坏为好 除此之外 还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伤害 当魔石的魔力减少 魔尔就会停止活动 紧接着一群人继续前进 又遇到了钢铁魔偶 他们的身体十分坚硬 除非是秘营武器 否则根本看不动 由奈一踢 拿到秘营的想法 变得更加坚定了 此时前方传的打动声 一些人跑过去一看 发现是七彩战队 他们正在与一个奇怪魔偶战斗 哪怕是秘营武器 也完全不起作用 难道说这是秘营魔偶 记得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 问七彩战队要不要帮忙 怎料这群人信心膨胀 表示不需要他们插手 记得等人见状不再说什么 转头匆匆离开矿坑 晚上七彩战队意识狼狈的回来 之前表现的有多硬气 现在就有多打脸 记得见他们讨伐失败 决定把这件事上报给工会 让国家派遣精英部队过来处理 这时又在战起身离开 他嘴上说着回去睡觉 其实是为了使用任意门 去无人的海边研究魔法 许过物理的都知道 金属这东西他导电 于是优奈竹摸出了雷魔法 将电机导入魔偶体内 直接攻击魔石 借魔法效果显著 优奈竹的这局稳了 随即在矿坑中大开杀箭 很快就遇到了大boss 没想到电机 竟对命运魔偶不起笑 就连封刃也都被弹开 优奈只好逃出任意门 转移阵地 免得攻击太过火 导致矿坑坍塌 把他自己活埋了 等命运魔偶从高空掉下来 身上已经摔得七零八落 但依旧能活动 优奈不禁感慨这东西命运 随即一拳打碎他的魔石 彻底结束这场战斗 返回矿坑 两兄从地里跑出两个珠子 经过鉴定 是一种名叫熊矿的产物 这时神明给优奈寄了邮件 表示会不定时寄送礼物给他 熊矿就是其中之一 优奈突然就误了 原来魔偶出现 全是神明的孤雅 转眼到了傍晚 优奈回到旅馆 告诉及得等人 讨伐已经完成 让他们明天帮忙确认下 红毛简直难以置信 你就是一只宠物 怎么可能打倒那种怪物 所以说 惹谁都不要惹熊傲天呀 解决魔偶后 优奈直接睡到了中午 他在魔偶室 在保护神送他的礼物 果不其然 魔偶真的没有再出现了 原本他们昨天晚上 还有一点不相信 去确认过后才发现 优奈是真的强 很快晨真又重新 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杰德让优奈一个人 先回公会去报告 他们则留下来 再继续观察观察情况 突然小红说 同意他加入他的小队了 优奈怕自己 会被追之笨蛋小队传染 直接当面拒绝了邀请 之后 他便骑着小缓 前往王都交差 沙尼亚听到他解决的魔偶 很是感激 但报仇 得等杰德确认报告到了给 优奈本以为 自己要一直在王都等着 结果沙尼亚告诉他 可以在莫尼亚领取 既然这样 优奈就准备去接菲娜回家 菲娜看到优奈 立马泼进他怀里 接着开始抱怨 自己待在这里的辛苦 好在大家都对他很好 他就是怕犯错 艾蕾罗娜把菲娜 当家人一样看待 但菲娜还有父母 杞人也不好再挽留 只能让他下次来王都 去他家玩 另外艾蕾罗娜 送了一把短剑给优奈 上面的文章 代表持有人 和他家有关系 以后要是遇上麻烦事 可以把他晾出来 艾蕾看着眼前的 命运魔偶非常兴奋 表示现在就可以 制作菲娜的截体小刀 结果优奈说 让他制作 自己用的战斗小刀 至于菲娜用的小刀 就交给哥德莱制作 命运加工比较费时 分别委托确实不错 说完便掰下魔偶的手 当做板刀的材料 优奈拿出神给的球 让他看看是啥东西 矮人只能确定 这不是个普通的石头 具体是啥 估计得问他在矮人城的时候 优奈听说有矮人城市 立马想过去看看 你要是想去 我可以帮你给师傅写封信 另外 制完要这外面是命运 里面是铁 虽然足够制作小刀 但这跟欺诈没区别 优奈听到修丽 也对解体魔物感兴趣后 表声送他个好道具 当礼物给他练习 谁知一旁的菲娜听后 脸色却黑了下来 优奈不明白菲娜 怎么突然就升起气来 我一直就觉得 你的金钱怪有点问题 根本不知道 命运小刀究竟有多贵 普通人最少要工作好几年 才购买一把 修丽听到命运小刀这么贵 表示不要了 你知道奶油蛋糕 在一季的用货有多大吗 从普通人到王公贵族 威仪例外 一吃就矮 自从优奈弄住蛋糕 菲娜全家都爱到不行 最后一致决定 要在新村快菜店里卖蛋糕 刚好莫灵的侄女 从王都跑来这里找他了 多亏了优奈告诉她地址 不然她还在转用 叶琳来找莫灵 是想在她手底下工作 所以优奈借她的钱 得等她工作了之后还 莫灵倒是想同意 可这事得优奈同意才行 毕竟她只是个厨子 真正的老板是优奈呀 优奈看她想在这里修行 成为一个面包师 再加上莫灵也开了口 便答应把她留下来 莫灵问她们 怎么休息日 还跑到店里来了 明娜表示 来时有事情要和他们商量 接着优奈便把蛋糕拿了出来 得知她想把蛋糕 加进菜单里面 莫灵告诉他们有些困难 那就是没时间做 目前要制作的种类和数量都非常多 这时 念力毛髓自剑 能不能交给她来做 可你不是为了成为面包师 才来修行的吗 这么美味的食物 不能在店里卖 太可惜了 面包我可以利用 休息日的时候跟着学习 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蛋糕就拜托你了 随后优奈便带着她 和菲娜去练习做蛋糕 为了练习 他们做了很多蛋糕 实在吃不完 于是带着蛋糕 来到领主家里给诺雅吃 女婆觉得有点甜 但是配上红茶就很美味 优奈一听很在理 觉得要不要搭着一起卖 这样的话 要不就让她知道你泡红茶吧 就这样 优奈开始学习泡红茶 克里夫听说他们在泡茶 就打算来尝尝味道 细细品尝了后 给了个勉强酸和格的评价 不过诺雅两人给她评价 是已经很好了 如此一来 蛋糕加红茶的搭配算是定下了 优奈也差不多到时间 去找矮人拿刀了 看到两把秘营刀 优奈迫不及待想去试试 黑白两种颜色 刚好和她的手套完美适配 围观的人全都被她的刀法吓呆住 刀刃没一点损伤 那就是优奈实力的证明 看来不需要调整了 已经可以直接拿来用 还是让她收拾残局 结果优奈说要送给她 拿到命运小刀后 优奈去王宫 见了艾里罗拉 因为她打算 顺便去和佛罗拉见个面 玩耍的时候 熊缓不小心掉进了水池里面 优奈怕佛罗拉上去抱她 立马把熊给收了 接着再放出来 熊缓就变得跟之前一样了 国王听说他们在这喝茶 也跟着来凑热闹 大家尝过之后 多夸优奈的手艺又见账了 实际正是国王的运用厨子 突然闯进来 她听说优奈来了 特意跑来打个招呼 优奈见她被奶油蛋糕吸引 便叫她尝尝看 第一次见到蛋糕的她 忍不住研究了起来 可没想到等她尝过之后 竟然流下了眼泪 为了感谢优奈 她决定做了大餐来犒劳她 诺雅和王妃听到 能和优奈吃饭高兴坏了 因为吃的太多 优奈回到家一直在揉肚子 这天 优奈正带着熊熊们做早操呢 菲娜突然走来问她 有没有收到信 优奈走到信箱一看 还只有一封信 拿出来一看 优奈也不知道拒绝参加派对会怎么样 优奈也不知道咋办 毕竟她不是贵族 于是决定去问克里夫该怎么办 可米莎也拜托她带他们一起去 因为要同时举办她50岁的生日宴 听到优奈想拒绝参加 得人惊呆了 菲娜怕冒犯到别的贵族惹出麻烦 克里夫让他们不用担心 有他们在呢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 米莎会难过的 菲娜被她这么一劝 决定还是去吧 优奈见菲娜要去 也只能跟着去了 最后孟雅便拉着菲娜去挑选礼服 贵族生日派对 需要准备些什么呀 这个不用 你准备米莎的礼物就行 那贵族女孩受到什么会觉得高兴 克里夫建议优奈送店里的熊摆饰 优奈一听 想到了要做的熊熊玩偶 于是立马跑到了裁缝店去找雪莉 把熊及熊环放出来 摆到她面前 我想做这个尺寸的玩偶 你会做吗 雪莉表示没问题 立马开始量尺寸 优奈希望她能在五天之内做出来 老板让她先不用担心店里的工作 但是雪莉希望自己能两边都顾好 因为优奈和老板对她都非常重要 优奈希望他们能多做几组熊玩偶 到然后学不及这样 慢慢做就行 等她回到家 就看到怒气冲冲的菲娜 原来她走的时候 忘了菲娜在跳礼服 原来要把做熊玩偶的事告诉了菲娜 菲娜觉得可以 但是她该准备什么呀 我早就想好了 我们一起准备另外的 那就是生日必备甜蹄的奶油蛋糕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也差不多该出发了 当然走之前 得跟芬娜的家人告个别 因为诺雅想做熊 可里夫就没有准备马车 家上有优奈在 所以护卫就带了两个 诺雅第一次做熊出门 表现得很亢奋 可里夫骑着马跟在后面 想着都追不上 路边的老人看到这场面 当场惊呆了 天高黑 优奈就把旅行熊熊窝拿了出来 原本诺雅想露营 抱着熊熊们一起睡的 好在优奈告诉他 他们能变小鸡熊熊窝 优奈本想让露营进去休息 结果被拒了 因为马都跑累了 得留在外面陪着他们 优奈他们一听 密码向他们表示了歉意 接着把准备好的便当 给了他们当晚餐 毕竟食物都准备好了 只要热一下就行 吃饱喝足后 优奈安排大家洗澡睡觉 第二天他们赶路的时候 碰到熊熊玉井 前方有群哥布林 在围着个侧翻的马车 之后 菲娜又帮他们把马车给修复好了 没想到你真的跟传维一样 穿着熊熊装 优奈没想到他的事迹 竟然传到了这里 告别一家三口后 优奈很快到了西陵城 和往常一样 优奈又受到了大吉的围观 几人到米莎家时 女婆已经在门口恭候 可没等她带大家进门 米莎就跑了出来 米莎一家子都很欢迎他们的到来 不过克里夫倒是蛮期待夜会上的美食 因为她家主厨 波兹做的东西很好吃 优奈听到有好吃的 也开始期待起来 之后米莎就带着他们几个出去玩了 不过前提是 他们不能离开优奈视线 几日玩了一会儿 就扑到了她怀里 吃瓜群众还以为女孩们被随随吞了 一路上边吃边逛 让米莎感觉很开心 因为最近被禁止外出很久没出来了 菲娜听说后 今天一定让她玩的开心 每当这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杂场子的 紫毛嘲笑米莎 怎么跟小女人在一起 优奈刚想揍她 可恶的孩子们先忍了 毕竟自己是来做客的 不能给别人添乱 实际这家伙竟然步一步着还在嘲讽 实在看不下去的熊熊 立马出来制止 听到优奈说是米莎的护卫 紫毛笑了 真正的护卫应该是像她这样的才对 就你这样的傻缺装扮 有个屁的本事 被制住的紫毛连毛呼喊护卫来救场 刚想让护卫给优奈点颜色看的时候 就发现这位已经有很多围观的人 无奈只能放了句狠话 灰溜溜的走了 米莎很自责 让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家伙是领主沙尔巴德加的兰道尔 可惜领程的领主 不是你爷爷葛兰吗 原来上上带国王 把西林城一分为二 平等分配给了立下功劳的两个贵族 刚开始两家的关系 一直都相处很好 直到几年前 他们家族换了家主之后 关系就开始恶化 经常被他们找麻烦 而且他们还收买了商业工会的会长 使得他们所掌管的西城区 受到优待 导致东城区的经济活动停滞 税收锐减 税收减少 国王就有可能会罢免领主 到时候沙尔巴德加 想掌管整个西林 生日宴就是为了展示实力获取支持 克里夫莱也是为了表明 他家族的态度 优乃很好奇 提办宴会能解决问题吗 而且波兹厨艺在整个王都 能进前五 因此他做出的饭菜 是个很好的武器 谁知这时 女部突然来说了个坏消息 那就是厨师长波兹先生受了重伤 经过优乃的治疗后 虽然伤口没事了 但最近这一段时间 是没办法做饭了 虽然没证据 基本也能猜到是谁做的 现在厂里的厨师 基本上都被收买了 克里夫决定让护卫回去 找个厨师过来 优乃本想说让他去的 毕竟熊跑得快 可克里夫不想麻烦他 毕竟他也还很小 就在他们晚上抱着 熊熊正义的时候 克里夫推开门告诉他 护卫被洗了 虽然性命无碍 但起码也得贪断时间 实在没办法了 克里夫只能来拜托优乃 谁知正式 米莎突然站起来大声制止 他不想再看到有人 因为他们将受伤 优乃摸了摸他的头 让米莎不用担心 当晚他就在没人的地方 不下传送阵 随后来到王都 找埃里罗拉说明了情况 接着面见国王 把正式如实说了出来 除了国王外 便是还有王子和宅相在 他们对于西林城 是多少有点耳闻 可一直没有证据 国王也不好偏袒谁 好在优乃这次来 只是找他接玉处的 当然是以埃里罗拉家族的名义来说的 这样的话 沙尔巴的家也不会有疑虑 玉处听到有这种事 立马就同意了 由来看到他这中二个状态 有点后悔 这家伙看到变大后的熊 充满了好奇 在他看来 这可是个极其稀有的食材 波子因为水还没好 无法下厨 十分懊恼 要知道葛兰大人 是受了自己的大恩人 让莱莉不明的人负责宴会 他可不放心 看到来人是玉处 波子瞬间没了脾气 立马拉着他 去重新决定夜会上的菜单 西城领主对自己最近的行动十分满意 大伤厨师拦截骑士 都是他的护卫做的 只要葛兰丢尽面子 这西凌城就是他的 此时葛兰的生日派对已经正式开始 原本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吃的都很开心 没想到贾丘德 这时带着几个人走来 好在葛兰早有准备 对他早就访了一手 贾丘德把和葛兰交流过的人 进了下来 准备到时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领主 在他看来 这菜就是好看 味道肯定不行 可当他们把食物放进嘴里 全都惊呆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料理 就连他那个笨蛋儿子都吃的听不下嘴 这样可不行 他这次来是让葛兰出巧的 于是摔碎盘子说 这料理怎么这么难吃 一点都不像王都餐厅前主厨做的东西 该不会这是别的厨师做出来的东西吧 葛兰表示 这确实是别的厨师做的料理 不过对方是厨艺比波子还要厉害的人 贾丘德根本不信 觉得葛兰在虚张声势 于是继续跟手底下的人出演嘲讽葛兰 但这一切全都跟尤奈之前预料的一样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到时候应对的策略 我看你们刚刚还在很美味的享用呢 根本没有这种事 我说难吃 他就是难吃 事情变成这样了 真亏你还有脸当领主 在场的人迫于他的淫威 全都不敢说话 就在他以为要吻淫时 玉楚走了出来 贾丘德虽然感觉似乎在哪见过他 但还是出演指责他做的料理难吃 甚至还说他跟他主子一样没什么见识 这时才有人记起来 他是王公主厨 就是你们说这东西 像是给魏珠的缩水 麻烦你们告诉我 哪一道菜想缩水啊 吉人立马表示是感冒了 未觉出了问题 接着就跟贾兰说有事 留下贾丘德走了 贾丘德不敢相信 人们表示都是误会 记得带着儿子赶紧溜了 神一走 玉楚立马给冰克换上了布丁 多亏了优奈才让这次的夜会安稳度过 如此一来 贾丘德暂时就不敢见到事了 贾丘德因为不知道国王意图 不敢乱动 可他们的儿子竟然想把玉楚杀了 隔天 艾雷罗拉竟然从王都来了西林城 明意上市了看看女儿他们 实际上是国王让他来暗中调查 只要贾丘德露出马脚 他就可以介入了 不过 这都得等米莎生日宴结束才开始 而且他很期待 看大家穿上可爱的礼服 可没想到洛亚连他的礼服也准备了 为什么不愿意呢 米莎看到会很高兴的 实际上找家不住他们眼神的优奈妥协了 等大家看到穿礼服的他 全都紧带了 优奈被大家这么盯着看 脸羞红了起来 不过这熊熊手套和鞋子是怎么回事呀 原来这就是优奈换上礼服的交换条件 米莎的十岁生日派对就这样正式开始 送礼物的环节 优奈把熊玩偶拿了出来 可还没等米莎高兴 诺雅就冲上了前来 本死让优奈送他 可这是米莎的礼物呀 优奈联盟表示他已经找店家下好单了 虽然会晚点拿到 但当时候会忍受一份 从未见过有如此愚蠢的反派 竟然趁着熊奥天离开的短时间 打伤菲娜和诺雅绑走了米莎 甚至在熊奥天找上门后还出现嘲讽 要知道惹怒熊奥天的后果非常严重 陈诺雅带着熊熊后园会的人开会 威娅决定一个人上街去买点东西 谁知刚出门没多久 就接到了菲娜电话 听到菲娜求救 优奈立马飞被回家 一回来就看到菲娜他们倒在地上 菲娜脸上有伤 其他人只是约了过去 至于米莎 则是被那个黑衣人给抓走了 优奈虽然很气愤 但还是显爱为菲娜 把人交给领主后 优奈就决定去救人 另一边的米莎被带到了子毛家里 米莎不明白这家伙 为何要做这种事 更过分的是 这家伙还抓了其他的人 子毛抓他过来 是用来要挟葛兰的 米莎虽然害怕 看到边上的小孩 便起身安慰他们 熊熊会来救他们 贾丘德听到他绑架的米莎 十分生气 拼命就算了 怎么还成了对贵族出手 刚好这时 优奈来到了城门口 他也没废话 直接推开门走了进去 再次确认米莎在这后 优奈立马出手 听到动静的贾丘德走了出来 面对优奈的质问 他居然装起了傻赖 优奈也没跟他客气 直接上来就一拳 既然你们不回答 那我就自己去找了 突然冒出来个火球 还好优奈躲得快 原来是他们家的护卫 布拉德出手了 布拉德知道隐瞒没有用 索性就承认了 子毛立马吩咐布拉德 解决到优奈 贾丘德也开口让小洛洛 跟着疫情上 优奈对上布拉德 把洛洛交给熊熊 不管布拉德怎么提速 优奈都能应付 子毛看到这场面 被吓得赶紧拥了 布拉德抓住机会 准备从背后偷袭他 虽然没得手 布拉德却表现得很兴奋 因为这和柔灵弱智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优奈听到他对菲娜 他们出手十分生气 于是收起双刀 决定用拳头亲手打抱他 眼看优奈跟上自己的速度 布拉德慌了 贾丘德看到护卫被打败 直接弹坐在地 原网表示 正是他不知道是他儿子做的 正时候 子毛拉着米莎想要威胁优奈 优奈直接冲上来 照着他面门来了一拳 你别以为对我出手了 还可以平安无事 优奈看他这样 刚准备跳下来给他一拳 还好优奈说了典礼 没有把贾丘德打死 埃里罗德见状 联盟吩咐骑士逮捕所有人 原来他在街上 看到了忧心充足的优奈 立马回复 打听了大致上的事情经过 这才带着从王都带来的骑士团赶过来 我是凤国王的命令 调查你的负面传闻 贾丘德立马表示 他和子毛断决关系了 这时米莎把这还关押别人的事说了下 似乎是不服从 沙尔巴德家的里面家人 贾丘德索性把这事也推给了他的儿子 只可惜埃里罗拉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既然这样 给我把这所有角落都调查下 看到熊熊把人带回来 几人高兴坏了 葛兰一家也站在门口 向优奈表示感谢 事件结束后 贾丘德被带去王都接受死心 子毛被剥夺贵族地位和财产赶出西林 米莎爸爸进入后 成了西林唯一的领主 最后悠奈他们和米莎告别 准备回莫尼亚 听到几人夸自己是幸运女神 悠奈害羞了 熊熊勇场影世界第二季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和第一季的剧情一样 没有什么反转和冲突 全程都很治愈温馨 喜欢这种日常犯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